企業變成在全球各地造成嚴重的財產 另外 糧食以及水自然的財產 對人類的新增 影響也越來越大 對處台南社區大學 政客和學庭 領有老師的專長 開設包含太陽林發電 給水飛收 也有多相實無辨識 目光DIY的地方 讓民眾可以透過客廳 發出風險社會下的新增機靈 這個其實都可以自己去裝設 而且它裝設的方式非常簡單 因為 老實講 你注意看 我這邊直接是條線而已 太陽能板進來兩條電線 接到電池兩條電線 就這樣 電池再接來 後面這一台是我們的轉換器 它就可以把太陽能發的電 除在電池裡面的電 把它轉成我們家裡用的110伏特的交流電 我點像都在收集雨水 如果我們說 我們先把一些流下來 屋頂本來有點長好 所以我們可以說 剛上下來的雨水 幫忙吸引我們的屋頂 然後先讓它排掉 剩下的這些小尺寸的木料 都還是可以再有效運用 像這個就是我在我自己的廢料堆裡面 撿起來的幾塊木片 然後把它拼接吃 它就變成是一個熟悉的擴音箱 補植土 拿回來 我們來做活用 一個禮拜後 我們加一些東西 一個禮拜後 變成維生物菌水 維生物菌水 它主要有投放 之後 它會讓我們的有機質 比較的 比較快 它的分解有機質 我們知道 東西分解越油 我們要吸收越快 台南社區大學17日 接種在文化中心古板 教育學Plan會 因為氣候變遷 所以有很多的這種災難 也開始我們慢慢的 比較明顯的去覺察到 包含可能像是風災 然後淹水 或者是缺水 然後甚至是戰爭等等的 所以說在這樣的一個 風險社會底下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學習 然後來做以未來的一些因應 所以這次的這個風險社會下的 學習指南的這個主題 就是我們邀請到了很多的 老師然後帶著他們班級的師生 然後來跟大家來講說 要怎麼樣透過學習 包含說像如果沒有電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 學習這個太陽能 自己在家裡組裝 或者是說雨水回收系統 在沒有水的時候 我們可以發揮到很大的效用 一系列的這樣的一個活動呢 都在我們 這次的教學博覽會 時間是1月17號的下午2點到5點 地點在我們的文化中心的 架子廣場 17日營業的教育學博覽會 除了會提供 將近40種 隔壁的電視和提供 另外還有動態 隔壁的新隔電 也歡迎對於隔壁有興趣的名牢 擁有報名台南社區台海隔壁 台南新聞 張碩維 蔡鳳博德 好